吃货 有啊 玩家 在这 达人 这是我 我是吴依佩 邀请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1月20号礼拜六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第二小时的 POP有够近 我是依佩 最近我看到了一本书 其实我自己蛮心有淒淒焉 原因是 虽然我不是跟他有相同的遭遇 但是呢 这个器官对我来说 我从小就对他产生了许多不安 因为这个器官在我全身上下来说 应该是所有人的全身上下都很重要 但我就是天生特别弱 这个器官就是眼睛 很多人都说眼睛是灵魂之窗 可是你在眼睛没有问题的时候 你真的不会觉得说 这灵魂之窗有多重要 直到有一天 如果你的眼睛真的出现问题 你才会发现 哇 眼睛真的是太重要 前阵子访问了全民大剧团的团长 谢念祖团长才告诉我说 他前阵子突然之间有一天开车 然后眼前一片黑 他还想说发生什么事 就很像是那种 电影卸幕的时候 要这个关起来的那种感觉 后来才发现他是视网膜玻璃 还好他有紧急开刀 然后有稍微救回来 但是现在只能放着让他看看能不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 医生也跟他说不知道 好 为什么这么说 我听他讲的时候我其实心都蛮恐惧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眼睛很差的人 然后小学三年级近视八百度 然后呢高中的时候近视已经到了一千二散光三百 然后医生时不时在威胁我说一片再这样下去你会瞎掉 最近看到这本书叫做视障者的机智生活 是一位视障的蓝大哥蓝界周大哥所写的书 我原本以为想说他是不是先天生出来就看不到 No 不是 是他在十六岁那年才看不到 我完全没办法想象 我觉得这本书看了我总 我觉得他的文笔很有趣很好笑 但是我不知道就是笑着笑着你会哭出来的那一种 好 我们今天很开心在现场邀请到了蓝界周大哥 他现在同时也是中华民国视障者家长协会的秘书长 蓝界周大哥你好 好 宇佩你好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来 蓝大哥为什么会出这本书 然后连讲讲您从一位看得见光明的人 然后到一位全盲者 您的过程是什么 好 为什么会出这本书呢 其实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一般人对社会大众 对视障朋友都会有很多的好奇 在我们的一天当中 我们几乎从一起床到睡觉 这过程我们都不断的在使用我们的视觉 使用我们的眼睛 那我想大家也会很好奇 如果一个全盲的视障朋友 那他的一天是怎么过 或者他的一天都是要靠别人吗 还是怎么样 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跟疑惑 那我记得我以前刚好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用PTT 我是网路乡民 我是用盲用电脑 我就用盲用电脑 对 我是乡民 那无意间呢 刚好看到有人问说 刚好有人问卦 问什么呢 就用八卦版问说 视障者看不到 到底会不会做梦 第一个 对 八卦版会问这么无聊的问题 对 那我那时候我就 我就去回答 我就去回应 对 然后另外呢 还有一次呢 我无意间也看到股票版 股票版呢 刚好有一个人问说啊 他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那突然因为眼睛看不到了 就他的朋友呢 以前很喜欢玩股票 那他就问说 眼睛看不到的人 有没有办法继续玩股票 那有一位视障朋友就回应了 结果好多人按推按赞 那我就想说 原来其实很多人 对视障者的生活都很多 充满很多很多的好奇 对 也很多的不了解 所以我就想 那我也来 就以我个人的经验 然后还有过去 因为我本身是社工 那也服务了 过去也服务蛮多 视障朋友的经验 那我想 就想后来 写这本书 让更多人去了解 视障者的一个日常生活 对那另外呢 我本身也会在一些校园 或是企业做一些生命教育 做一些激励的讲座 那也很多人也问一些 跟视障有关的问题 那我想说 那我也可以把这些 大家会问的问题 好奇的问题 我也把它集结起来 然后都在我这本书里面去呈现 而且我是看了蓝大哥的书 我才知道说 原来在台湾 其实视障朋友 有多达五万多位 然后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样换算下来 你的书上也有写 一千个人当中 大概是不是两个人 就是视障者 然后我一直在想说 这比例有这么高吗 因为我们平常在外面 真的很少会看到 就是拿这个白手帐的 视障朋友 对啊 因为主要是考虑到 行动的不方便 所以有些视障者 因为行动不便 他就不太愿意出门 那我们以 我们目前台湾 五万四千多个 视障朋友当中呢 将近有一半 一半是六十五岁以上的 所以各位可以想想看 很多老先生老太太 因为眼睛的退化等等 他更不会想要出门 我懂我懂 对 那像我们在捷运 我们说的台北啊 台中啊高雄啊 很多捷运 或许会有很多的视障朋友出路 那有的视障朋友 为什么要出门呢 有的都是非不得已啊 可能例如为了要上班 为了要工作 为了要读书 所以很多的一些年纪比较大的 一些老先生老太太 他就干脆就不出门了 懂 好那蓝大哥 你自己的经验是什么 因为好像你本身天生 也是高度近视者 对不对 对 我算是先天性的高度近视 我跟宜佩有点像 我是在小学五年级 我们要讲说我小学一年级 一年级 一年级我就已经戴了500度的近视眼镜 我是三年级八百度 三年级八百 这应该没什么好拼的啊 听起来 对 这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对 那我记得我在四年级的时候 我也已经八百多了 八百多 而且啊 我那时候也只能 即使戴上眼镜 我也只能看到0.2到0.3 我懂那种感觉耶 因为每次 我觉得人生最尴尬的几个时刻 就是那种你知道 要画那个右边左边上面下面的时候 我也想说那个护士小姐 可不可以不要一直比中间 我真的看不到 她就是比最大字的第二个 我都很勉强才看得到 对啊 所以我那时候还坐在教室的最前面 对 我如果坐在后面 根本看不到黑板 而且要坐在最中间 对 好 那我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呢 我的左眼就四往目玻璃了 然后就看不到 四年级就玻璃了 对 我四年级就玻璃就看不到 就刚刚提到那个 就我是整个一片都黑掉了 一片黑掉 而且那速度很快哦 那个不到一个礼拜 不到一个礼拜 对 后来我的右眼呢 也慢慢的退化 在我16岁呢 那时候我是读五专啊 那时候是读五专的一年级 那时候已经退化到1800度 后来换我的右眼 也是我末玻璃 对 那那时候我玻璃呢 一共开了三次刀 开了三次刀 那其实眼睛是一个很脆弱的器官 没错 而且眼睛也很精密很清晰 所以那时候眼睛我视力越开越不好 到后来第三次开完呢就只剩下光绝 只剩下微弱的光绝 对 后来到现在几乎都没有光绝了 已经三十几年了 所以你是在全盲的状态已经持续了三十几年的时间 可是我跟你讲 人就是有一种心态 其实我看你的书的时候 我一开始要想说 我要抱持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要来阅读这本书 你知道人如果你没有获得过 你就不会觉得失去有多痛 但是如果你曾经获得过再失去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 我就只想说如果我设身处地的去想 假设我今天是蓝大哥 我十六年的时光 我其实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风景啊 或是什么都是花花草草都可以看得见 但是十六年之后 突然之间是两眼都看不见 现在限制人光绝都没有 人生应该超级绝望的吧 对 就像我书里面提到的 一开始如果变成事长 变成全盲会不会很绝望 那坦白跟各位听众朋友说 一开始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绝望 我那时候也非常的绝望 那时候我十六岁呢 以前虽然眼睛不太好 可是虽然以前是独眼龙 可是该看的 该做的 该玩的 我都可以 那时候也会看电视啊 也会玩电动啊 也会是打球啊 可是当我看不到之后呢 这些事情都不能做 对 很多事都不能做 对 然后第二个呢 我一开始失明的时候呢 对我来讲 我们会被迫改变现况 这什么意思呢 我本来是读武专 而且那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学校 我是读 现在叫嘉义大学 以前是嘉义农专 那我那时候是读瘦医科 瘦医是我的第一志愿 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 喜欢养狗狗养猫猫 所以那是我的第一志愿 你这辈子没办法达成啊 对 所以那时候你看 那个多绝望 就说那是我的第一志愿 那我好不容易考上瘦医科 然后当我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 就视网膜玻璃啊 那眼睛看不到也再也 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梦想 那我也被迫改变现况 就我没办法再继续读书了 我继续读瘦医 我还记得哦 那时候我也还蛮自卑的 我休学的时候呢 我并没有跟同学说 我眼睛看不到才休学 很多同学还会特别写信啊 打电话来关心我说 借周啊 为什么你会突然休学的 怎么突然不见的 那我还要骗他们 我骗他们什么呢 说因为我对收益没有兴趣 对 那因为我想要重新 我懂 我要重新考高中 我要干嘛 可是我心里面 那不是我心里面的话 我最想要 我反而很想要当兽医啊 我懂 好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哇 我听到这一段 我心想说 天哪 那因为现在眼睛看不到 就是这件事情没办法达成 然后你还必须要说一个 谎骗同学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我们再来听借周哥的故事 今天雨天 每天都想你 Hug Radio 是我 扬起 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 有够近 吃喝玩乐 最有近 1月20号礼拜六早上 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POP 有够近 我是怡沛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是出了这本书 叫做 《视障者的机制生活》 很多人对视障者 会有很多疑问 比如说 看不见怎么下棋 怎么上网 怎么过马路 从平凡中看到不平凡 视障者的日常 其实和你想象的 一样的丰富自在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同时也是 中华民国视障者 家长协会的 秘书长兰介周 好 记者哥 刚刚讲到了 你骗同学说 其实我对受益没兴趣 事实上 你是因为看不到了 对 因为同学不晓得 然后我一方面也很自卑 不敢承认说 我眼睛看不到 所以我就隐瞒了 然后另外呢 我记得 那时候看不到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人可以活多久 那时候 大概 我那时候看不到是民国78年的时候 那时候人的平均说命 大概可以活到70 70岁 那我就在算 我16岁 看不到 那我将近会有50年到60年 是处在黑暗的世界里面 那我就想 那我这样的生命 到底还有没有意义 对 所以一直在思考这个 那我活下来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那时候也真的很绝望 因为看不到未来 我看不到未来 那我甚至有时候在想 好希望能够有个大地震 很希望能够有个大海啸 那就可以把我带走 就我书里面也有写 就不用跟明天的太阳说早安 对啊 对啊 但是没想到事与愿违 因为每天醒来之后 怎么我还是呼吸的醒过来了 对 我本来也会想到一睡 就可以让 雨是长辞 对啊 就不用再醒过来 可是还是会醒过来 我能够理解那种心情 非常难够理解 对 非常的沮丧 因为对未来 没有任何的希望 好 然后另外呢 我记得也很退缩 我爸爸妈妈 那时候想说 我都待家里面 也都不愿意出门 那我们家里面 只要有客人来 我就会自动自发躲起来 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那我爸爸妈妈呢 他们想说 我每天都 关在自己的家里面 关在房间里面 他们就想说 想要带我出去外面 透透气 出去散散步 那我还跟他们说 我不想出门 我说我眼睛看不到 去哪里都一样 哎哟 对 那我爸妈他们听了 也很难过 可是他们还是要 比我更坚强 对 那那时候也是整个人 真的脾气啊 什么都很不好 我懂 对 我懂 可是那时候爸妈 也是带你一直去求神问卜啊 然后做了很多什么 什么有盖世的 盖世的偏方 什么都试过了啊 对 他们也真的 没有放弃 到处去问 然后哪里有什么 什么有名医 有秘方 他们能够去的都带我去啊 可是后来还是都 都没有 都还是看不到 嗯 后来我也很感谢我爸妈 因为那时候 算是我最脆弱的时候 然后当然脾气也最不好 所以我爸妈 他们也很快的 就成为我的一个 我觉得应该算是 我的出气头吧 那我爸妈他们想说 我都待在家里面 也不是办法 所以他们很希望 我有机会 可以继续的读书 嗯 那时候 待了两年 已经是八岁了 他们想说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继续读书 嗯 那他们就到处去问 问了很多学校 那学校都说 啊 他们没有四藏的 会教四藏的老师 没有什么点字课本 嗯 那甚至有的学校说 看不到的还 干嘛要读书 我跟你讲 我觉得你的文笔超好笑 我跟各位讲 就是 蓝大哥的这个文笔 真的是非常的幽默 是算是 四藏者的机制生活 大家去买这本书来看 我看到你在写说那些 有些学校连演都不演啊 什么 有狗就踢 然后有什么就 哎 你用什么去形容 我觉得太好笑了 对 就是那种行为就是 我连演示都不想演示 我连说谎都不想说谎 对 对没有错 他又直接说 看不到干嘛还要读书 类似这样 后来我爸妈呢 他们就好不容易 打听到有所谓的 请民学校 没错 请民学校 对 请民学校是专门招收 市藏的学生的学校 嗯 那可是问题就来了 就是 目前呢 就只有台北 嗯 台中 有请民学校 嗯 那我们 我们家是住南部 我们是住台南 嗯 那对我爸妈 他们就开始考虑了 想说我如果要去读 请民学校呢 我一定要住校 嗯 那一定什么都要靠自己 嗯 那我爸妈他们就很担心 他们会很舍不得 嗯 可是他们又想 如果没有放手 那我永远都待在家里面 搞不好会成为万年的 啃老族 对 万年鲁蛇 对 万年鲁蛇 对 没有错 后来我爸妈他们就做了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 人生当中也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 嗯 他们就还是要 安排我去读请民学校 嗯 那我还记得哦 那时候我去读请民学校 我爸爸妈妈送我去的时候 他们还跟我说 去 就试试看 那如果不喜欢 我们随时都可以回来 嗯 因为家里面是你 最后的避风港 嗯 那我就记得我 然后去那边的时候 我妈还忍不住在那边哭 嗯 他们会很舍不得 嗯 嗯 一定舍不得的啊 对 那我也很感谢他们愿意放手 嗯 真的 那我在读请民学校之后呢 我才发现 很不一样 以前 嗯 在还没有读请民的时候 我在家里面呢 我没有认识任何的 事长朋友 嗯 所以我也不晓得 事长朋友要怎么生活 是 完全是封闭的 可是我到那边 之后呢 我才发现 原来看不到 其实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嗯嗯嗯 超乎我的想象 没错 你的书里面在做的事情 也是完全超乎我的想象 刚刚我见到蓝大哥 然后在休息室的时候 蓝大哥说 诶 宜佩你上次 你有发那个文 我都有看哦 我看到你跟你老公 去回去日本啊 什么什么 我想说天哪 也发的太快 你果然是一位宅宅 对 就果然是乡名 嗯 对不对 嗯 对 所以其实可以做的事很多 很多 那就是因为我在请民学校 认识的跟我一样都是看不到的 嗯 我才发现原来看不到 其实还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嗯 像包括可能除了乐器以外啊 玩乐器啊 还有的生活的治理 都可以自己来 嗯 包括他们也会自己洗衣服啊 然后有的更厉害哦 像有的还会自己缝衣服 那个钮扣掉了 他自己缝衣服 好强了吧 对真的 超乎我的想象 我说你眼睛看不到怎么缝衣服啊 嗯 他说就是因为眼睛看不到会更小心 哦 对 那我们 我还记得我以前读启明的时候 每次放寒暑假的时候呢 我爸妈他们就会风尘仆仆 从南部上来接我回去 对 那我有同学住新竹 嗯 我就问他说 你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要来接你 他说不用啊 都是我自己回去啊 嗯 我那时候很不可思议啊 我想说你不是看不到吗 你怎么自己回去 嗯 他就是说到处问人啊什么的 所以他就 我那时候是读台中启明 对 所以他必须要从后里 我们学校在后里 后里要做客运 做到枫园 然后再做火车到新竹 嗯 然后新竹 好强哦 对 那时候民国78年 80年 那个还没有手机哦 他要请人家 要找到公用电话 打电话 请家里面的人来接他 嗯 我那时候听到 我都整个头皮发麻 嗯 我都很难想象说 一个全忙的人 还可以做那么多事啊 对 对 可是你那个时候 想到头皮发麻 不过你现在在书里面写 你在做的事情可多了 对 现在还可以做什么事 你甚至可以出一本书耶 对 对 好 我想这个就是我觉得 很多人也问我这个问题 就像刚刚宜佩也问我 我是怎么走过来的 对 我觉得就真的 我常跟人家说是 关关难过 关关过 嗯 为什么呢 我从我看不到 先读启明学校 那启明都是适障者的环境 它是完全以适障者 学生为主的环境 所以它有很多的支持 很多的服务 包括课本 有是点字课本啊什么的 嗯 然后同学也都是适障的同学 大家可以互相照顾 互相的 后来我启明学校毕业之后呢 我就顺利考上大学 我那时候就来 现在叫台北大学 嗯 以前叫中心法商学院 对 在民生东路那边 对 这对我来讲 又是新的挑战 嗯 我刚前面不是说 一个事长朋友 哇很多 要过马路啊 要坐公车 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啊 嗯 可是当我读 读大学的时候 这些事情 我就必须要面对了 是 像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像我们那时候 法商学院啊 我们学校的宿舍 因为我们学校比较小 嗯 我们的宿舍是在学校外面 嗯 所以每次要去学校上课呢 我就必须要过三条马路 嗯 其中最宽的马路 就是民生东路 嗯 民生的车流量还蛮多的 很多很多 对啊 对啊 那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可以自己过马路 嗯 那我也因为这个 因为为了 因为在学校读书 这个讲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笑话 嗯 那时候刚开始 大一刚进去的时候啊 我们班的呃 同学都很要好 嗯 他们就想说啊 我眼睛不方便 他们就组了一个 志工团 嗯 每天都有轮流 好可爱 对每天都 每天有人轮流带你过马路 对 轮流就是呃 礼拜一到礼拜 我排直日生 一到早呢 早上八点的课 他们就来宿舍接我 嗯 去学校上课 然后放学就送我回来 然后晚上呢 还会有人来宿舍念书给我听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点字课本 嗯 所以必须要请同学用录音的方式 来录教课书 好 那很有趣哦 一开始呢 大家可能大一新鲜能 大家进来都比较乖 不敢翘课 嗯 好大一的时候 第一个礼拜 大家都很准时来接我 嗯 第二个礼拜 诶奇怪 今天八点 怎么同学都还没有来 哎呦 同学都是跑出去夜唱啊 夜唱或什么的 什么去夜游啊 干嘛的 对有可能是睡过头啦 或什么的 我想要听这段故事到最后 对 是不是你变成没有人来接你 没有错 我觉得是个悲惨的故事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以后马上回来 好今天是1月20号礼拜六 在我们节目现场呢 是兰借州大哥 出了这本书叫做 《视障者的机智生活》 好 我想要 嗯 知道这个故事 到了后面怎么样 一开始本来都 大家都排来 只是声音 大家不敢翘课嘛 嗯 然后后来咧 后来过第二个礼拜 诶奇怪 我八点十分的课啊 那同学七点五十就会来 诶都还没有来耶 还没有出现 哇糟糕 而且那时候是 我记得是 那时候我大一是 民国八十二年的时候啊 对 那时候也没有手机 也没有BB call 那我不晓得跟谁联络 嗯 因为我要跟同学联络 问题是不晓得怎么跟他联络 对 那怎么办呢 糟糕 已经七点五十了 嗯 我到底要不要跟着翘课 嗯 我还是很担心啊 可是我想说 好吧 那我就试着 那我就试着 按照之前同学 带我走的那个路 我就凭那个印象 我就干脆自己 硬着头皮 自己走走看 什么 这样会有印象吗 对 是听的声音 是声音还是就是 听声音还有走路的感觉 等等 所以我就凭着我们讲的 就所谓的心理地图 心里面有一个 大概一个地图 一个方位 好 那我就凭当初 前一个礼拜 同学带我走的那个路线 好 我就开始慢慢的 拿个手杖 扣扣扣扣慢慢走 好 那第一个来了 要过一条小马路 那是龙江路 哦 龙江路 龙江路还好 龙江路还好 而且我要注意听哦 听有没有车流声 对 嗯 好像没有车流声了 赶快 好 赶快扣扣扣扣 赶快跑到对面去 对 然后再从旁边的巷子 再慢慢扣扣扣扣扣 慢慢走 嗯 那边走边 呃 就是有点很不确定 然后边走 然后边边撞啊 这样边走边撞 后来突然有个人 搭我的肩棒 嗯 他问我要去哪里 嗯 我说啊 我要去学校上课 嗯 他说好 那我就带你去 嗯 然后我就问他 哎 你是 哦 原来他是别系的 哦 别系的 但是同一个学校的 同一个学校 那我 我想这边 我就想说 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哦 当我们觉得很困难的时候 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 我就觉得 我一个人要去学校上课 我就觉得很难 我们讲的 呃 知难 可是我觉得 做起来呢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老天爷都会安排小天使 嗯 安排小天使 嗯 所以我在走的时候 一开始我真的很害怕 真的很害怕 当我觉得 在我最恐怖 最恐惧的时候 那个小天使就出来了 嗯 那这个呃 这个别系的同学呢 他还特别就带我 问我是哪一间教室 嗯 他还好人做到底啊 嗯 他就带我到教室 嗯 然后他才离开啊 我跟你说 如果是我 你碰到小天使是我 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对 对啊 那我觉得老天爷 真的很有趣哦 哎 慢慢的我发现 我就开始 嗯 原来 去学校没有那么难 而且路上都会遇到一些 别的系的帮忙 对 那我那些职日生的同学 就慢慢的就没有出现了 有小事了 你们那群同学 真的是很没有义气 对 他们就慢慢的 排职日生是排假的 对 那我也好 我也不好意思去问他 说哎 你们是翘课啊 什么 我也不会 我也不会 很尴尬 因为那不是他们 必须要做的事情 对 好 那我 慢慢的呢 好开始走 那我记得有一次哦 有一次要过马路 那时候刚好 都没有人协助 我准备要走到民生动路了 啊 民生动路要过马路 很大条耶 对 而且我要听车流声 对 然后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过 我 我判断嗯 好像应该可以过了 我都是听 因为我们都要靠听声音来 判断可不可以过马路啊 对 我就听 好像应该可以过了哦 我就开始勇敢的跨出第一步 我跨出第二步的时候 后面的人就把我拉回来 嗯 他说同学不好意思 还没有变绿灯 还不能过马路 嗯 对 所以我就 哎 真的小天使在帮忙啊 真的 后来我想 既然他把我拉回来 就好人做到底 我说哎 同学 请问你也是要去学校上课吗 他说对 好 那可不可以请你带我过马路 嗯 类似这样 嗯 对 所以我想 呃 也因为很多人的帮忙啊 让我在整个呃 求学的过程 工作的过程 还有在外面 都很 还算顺利啊 嗯 那如果说现在 因为呃 假设如果我们真的在路上 看到视障者 嗯 一开始那个同学帮你拍间 这个是对的吗 有没有哪一些事情是应该做的 或是哪一些事情是 如果我们真的想帮忙 好 我们如果想帮忙呢 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口诀 叫问拍引爆 问呢 就是问我们有没有需要帮忙 嗯 问 对 问 然后拍呢 就拍拍我们 嗯 拍肩膀啊 或拍我们的手臂 让我知道你的方向在哪里 了解 好 那引呢 我们就会 引导 引导 我们就会搭对方的手肘或肩膀 看我们的彼此的高度 了解 对 然后第四个呢 就引导的时候 他就会暴徒周围的环境 嗯 到说 例如前面有阶梯啊 要往上啊 或往下啊 等等 嗯 对 就是问拍引爆 对 所以当您 遇到 我们听众朋友 如果遇到 试探朋友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个 嗯 这个口诀啦 问拍 引爆 好 OK 我们讲 四字真言 对 四字真言 问拍引爆 对 问 就要问他 有没有需要帮忙哦 不是问说 吃饱没 哈哈哈哈 应该不会有 有位四上朋友说 你吃饱没吧 就是他如果出现在路上 应该就是 可能问他 需不需要帮忙 因为我上次是看到 那个一个四上朋友 从捷运站出来 嗯 他可能有点迷失方向 所以他一直在用 手这样找方向 嗯 所以我也 不好 我怕说 突然拍他会 因为不晓得 要怎么互动 所以我就是 先问他说 你好 我是经过的路人 没有没有 我说我是经过路人 然后 你是不是有点迷路 然后你要去哪里 对 我可以帮你这样子 对 那就是很棒啊 就问啊 就是问 对 但是因为我不晓得说 是不是可以 触碰四上者的身体 或是什么 那有没有哪一些 是不要做的 好 第一个啊 刚宜佩提的很好 因为有些人害怕说 会有身体的界限 对 或是担心 四上者不喜欢人家碰触 或等等 那有的就直接 拉我们的手上了 就拉我们的 诶 例如 请问你 先生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捷運站 好我带你去 就拉我们的手上了 那这个 虽然动作确实啊 可是对我们来讲呢 是很可怕吧 第一个我们就更没有安全感 是 第二个呢 万一有一些阶梯 他没有特别提醒我们 我们有可能会踩空了 嗯 所以第一个 千万不要拉我们的手上 不要拉手上哦 对 我还记得有一次很好笑 我那时候是有 前倒盲犬 嗯 那时候前倒盲犬 也是一样 我问一个人路人 那他就很好心的帮我 结果他是拉什么 他是拉狗狗的牵绳 哈哈哈哈 对 变成他走在前面 狗狗走在中间 狗狗走在中间 然后你走在后面 这也是不正确的吧 对他是错误的 对 是错误的 对 所以千万 就不要拉我们的手上 或是用倒盲犬 也不要拉他们的牵绳 哦 那如果说我们看到 世上朋友 前面已经有一只倒盲犬了 我们还需要去帮忙吗 哦还是有需要哦 还是有需要吗 还是可以去帮忙 还是可以问他 问派引爆 哦 就还是可以问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有时候我们 有时候用倒盲犬 有时候我们到陌生的地方 或是我们 也会迷路 嗯 那到陌生的地方 狗狗也不晓得 怎么走 哦 因为倒盲犬 他可能比较熟悉的是 我们熟悉的路线 哦哦 对 例如我们如果到陌生的地方呢 狗狗呢 他也不晓得怎么走 嗯 所以我们还是会需要问人 了解 对啊 我记得有一次很好笑 我那时候用倒盲犬 我们要去邮局 可是我不太知道 那个方向 我只大概知道一个方向 可是我不知道那个 正确的位置在哪里 嗯 那时候我就问路人 说哎 请问那个邮局往哪边走 嗯 那个路人就说 哎你不是有倒盲犬吗 导盲犬没办法带你去吗 导盲犬最后 是会看Google Map 对啊 我就跟他说 啊我的狗狗今天忘了带GPS 哈哈哈哈 对 好可爱哦 所以很多人对导盲犬 会有一个误解 不是因为大家会对导盲犬 因为我不晓得说 导盲犬可以做的工作是什么 对 然后也不确定说 他的功能跟能力到哪里 但我很确定是 他不会看地图啦 对 对所以导盲犬 在熟悉的环境 是很棒的 对 或者我们在陌生的环境 他可以带我们避开障碍物 或者是过马路的时候呢 他会自动走在斑马线上 嗯 这是他们的功能 导盲犬会自动走在斑马线上 很厉害 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会自动走在斑马线上 然后如果斑马线有车停在那里 他会绕开 然后绕回来 太强了吧 对 他们就很厉害哦 所以一只导盲犬 是要训练很久是吗 嗯 大概训练 大概有的训练要 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好强哦 还可以走在斑马路跟避开 对 避开障碍物或什么的 嗯 像我之前我们狗狗 他前面那个人行道 有一些 骑头有一些障碍物 他还会带我绕出去 然后发现骑头没有障碍物了 他还会绕回来 好可爱哦 对 对 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 第一个 不能当我们的手杖 也不能当导盲犬的千绳 或导盲鞍 第二个呢 千万不要用声控法 什么叫声控法 有的就用口头提示 你这边往左边 往左往右 对 我记得我有一次很好笑 我那时候 从捷运出来要回家 回家走一走 走在人行道上面 刚好迎面而来 迎面而来有一个人 就啊小心小心 往左边一点 右边有障碍物 往左边一点 右边有障碍物 好 好 谢谢你 我就听他的话 那结果 我就去撞到了 为什么 刚好 因为你跟他是相反方向 相对位置是相反的 对 他没有校正回归 对 他没有校正回归 所以他方向 刚好跟他相对 对 对 所以那个障碍物 结果 刚好我就去撞到了 对 所以不要用声控的 对 不要用声控 像有时候坐捷运 也会遇到一些好心人 有位置 你要不要去坐 那位置在哪里 我就问他 就在前面 我就不晓得前面 是哪边的前面 我就认了 我就不晓得该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 就是彼此不了解 对 还有就是说 一般就是 完全完全全 眼睛没有障碍的人 就会觉得 就在前面 对 所以我们都用 我们自己的视角 在看这个世界 对 所以就被我忘了说 你要设身处地的 是想说 前面到底是哪一个前面 是往右边一点前面 还是往左边一点前面 对 我就只好 不好意思 请问是我的左边 还是我的右边 我还特别强调 是我的左边 还是我的右边 对 因为怕有相对位置 对 讲到这个就很好笑 我有一次 坐捷运 然后 无聊的时候 我就滑手机 对 那我的手机 有时候会把荧幕关闭 用荧幕关闭 我就在那边滑 就有一个小姐 很好心 她说 你的荧幕是关闭的 我就好 谢谢你 可是因为我眼睛看不到 所以不需要荧幕 对 我不知道 该干笑 还是该哭 就一般 就是会用一些 一般的逻辑 去看我们 我跟你讲 我觉得就是 蓝大哥很幽默 然后把这些幽默 放在这本书里面 所以你看这本书 就是你可以了解视障者 然后你又可以 不会那么 心情不会沉重 然后又可以用一种 幽默的方式看 其实我觉得 就像你在书里面 常常会开自己玩笑 对 然后比如说 你们在回答网友问题的时候 也会开一些玩笑 你知道我每次啊 在做活动的时候 有时候遇到肖黄奇老师 他常常也会开玩笑 对 他在开的玩笑 就是全世界只有他可以开 只有这个歌手可以开 其他人都没办法开 对 他说 我都已经唱三首 大家都还不想回家 那不然我们来 现在一起手表 来计时一下 大家一起来对视 他就会拿起来 他真的有代表 对 他说 你看 还没有到这个几点嘛 所以我们是不是 还可以再唱一首 之类的 就很可爱 所以就是类似柱之类 就是 可是有时候 我们是觉得 不晓得是 有哪一些话 不能跟视障者说 或者是 这个称位 是不是哪里会不好 或是哪里 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 我们广告之后 请兰大哥来提醒大家 好 青年雨天 每一天都像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气 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劲 吃喝玩乐 最有劲 好 回到节目最后一个阶段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 蓝介州蓝大哥 然后出了这本书 叫做 《视障者的机制生活》 我觉得这本书 是很有趣的一本书 然后也会让我们 更加了解 就是视障朋友 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以及蓝大哥 现在文笔不仅非常好 他忙用电脑 用的可好 而且对他 资讯follow的 有可能还要比我 还要快一些 对不对 最后来问问蓝大哥 有没有什么话 就譬如说 看到视障朋友 到底要怎么去称呼他 或者是 有没有哪些话 是可以讲 有没有哪些话 是不要说的 好 其实啊 这就真的因人而异 还有关系的程度有差 像有些视障朋友 他真的还是蛮介意的 像我们刚刚提到 有的视障朋友 他不喜欢人家叫他盲人 也有人会这样觉得 那我觉得 看每一个人 因人而异 那还有关系的程度 那像 我想可能 消防期或是像我 应该我们都已经 都还蛮 已经很自在了 很popular了 很popular 我们很自在 所以 像有人说 说我们盲人 我们也无所谓 那甚至啊 我记得以前有一次 像我去朋友家 跟几个好朋友 去他们家 那我们吃完饭呢 那可能他爸爸是说 要我们要不要来看电视 可是他怕看这个字对我们太 我懂 太敏感 我想说看电视 你又不能看电视 对对对 他可能觉得太敏感 所以他就赶 欣赏电视 我们来欣赏电视 对 那还有 这个不用那么刻意 对不对 我是觉得不用太刻意 那当然是看关系的程度 我记得我 那时候还在读研究所的时候呢 我的一个同学 他我们刚开始 就是一年级的时候 研究所硕一的时候 那刚到研究室 那那个同学就问我说 你的兴趣是什么 我就说 我的兴趣 我就喜欢上网 喜欢读 我说我喜欢看书 他听到看这个字 他马上跳起来 借重 你不是眼睛看不到吗 你怎么可以看 他就很害怕 没有 因为他就想说 这个动词 不就是用眼睛去看吗 对 那我把它当做一个形容 这个动作 对 后来啊 我也怕人家很纠结 对 怕人家很纠结 我以后都 我都自己 欣赏书 对 我都自己言论审查 我都先自我言论审查 所以只要遇到看的字 我都自动删掉 像例如 我喜欢读书 本来是看书 我喜欢读书 懂我懂我懂 这样因为大家就不会听到看这个字 想说 你不是看不到吗 你怎么看 就很纠结 对 那我说 我 人家说看风景 我说我喜欢欣赏风景 很棒 对 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些 那通常我们讲的看书 看什么 那个是一般的 跟大家一样的用语 那还有就是有些视障朋友 可能对虾 这个很 很敏感 虾 变虾了 虾子 什么的 像我书里面很有趣 我有一次 我要去学校上课 那时候还大学的时候 刚好一面而来 有一对母女 还是母子 因为那小朋友的声音 不晓得是男生 还是女生 那一面而来的时候 那个孩子 好像看到我 就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 他就跟妈妈说 妈妈前面有个虾子 我听到我认了一下 后来我想 我后来就跟 跟那个小朋友说 我不是虾子 那小朋友就很纳闷 你不是虾子 那你是什么 我跟他说 我是螃蟹 那他就跟妈妈就说 妈妈为什么他是螃蟹 我懂 当然会很尴尬 那小朋友就是 小朋友很无心 对 棚言无忌 棚言无忌 还有那个什么小朋友 你书上也有写什么 小朋友看到 那个导盲犬都说 妈妈 那我早上也要变虾 那个我早上也要变盲人朋友 因为我想要养导盲犬 对 如果不知道 妈妈应该超尴尬 妈妈表情应该超尴尬 对啊 对啊 我说第一次有人 这么想要变盲人 那所以 我觉得 在用语上面 其实要看关系 像我跟认识的人 跟我太太 或什么的 用什么 像有时候我太太 有时候跟我吵架 说你睁眼说虾话 那是这样 那其实我都 我都还好 我就跟他说 我如果可以睁眼说虾话 我也很愿意 可是我现在只能瞎眼 说虾话 好可爱 好 如果大家想要更了解 就是视障朋友的话 赶快去看一下这本书 视障者的机智生活 我很开心蓝大哥今天来跟我聊天 最后你点一首歌送给听众朋友 你想点什么歌 好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肖黄奇 那我也很喜欢 他的声音我也很喜欢听 那我们就来点 你是我的眼 这首歌真的很代表 而且只要每次看到肖黄奇老师出现 他如果没有唱这首歌 大家一定不会散场 而且这首歌永远会是他的 譬如说他如果都前面都没唱 就会是他的uncle去 最后就来听听肖黄奇老师的 你是我的眼 也谢谢蓝戒州大哥 谢谢 谢谢